怎么啥都有啊 这谁啊 谁撇的鞋 大哥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窝里砸坏了吗 你还有理了 你这撇鞋干啥呀 鞋车 就你一个人啊 就我一个人啊 就你一个人 光天化日之下那鞋样敢截车 我告诉你 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 你都拿走 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大哥 还是这样的 我把脚给崴了 我打不着车 我截辆车送我回家 是这个节不是这个节啊 你早说呀 我这一身武艺 把你打出个好点怎么着 谢谢啊 等会儿 等会儿 我有事儿 你找别的车吧 大哥 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 你就拉我呗 是我有事儿啊 我跟你说 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 我也回家 我看电视呢 大哥 天这么狼 就我一个人 这么黑 你别这么默契 我跟你说啊 上车 前面车 怎么回事 坏了坏了 警察来了 没事没事 大哥 警察来了 我来跟他解释 怎么解释 我就说 我一个人把脚挽了 我撇鞋 拦车 大哥仍好 停下来拉我 可以 就这么说 不像前面几辆车 都不停 太不够意思了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怎么呢 停下来就打架 为啥呀 追尾了 你也等追尾了 不过没关系 我撇鞋 我就躲起来了 没看着我 你这是活路障呢 我跟你说 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你不能这么说 待会儿啊 咱就这么说 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 然后在这吵架了 在这停了一下 明白吗 能行吗 就这么着吧 你叫啥 你干啥 警察都是这样 逮着人以后 抓过来 两头问 完了对 明白吗 明白了 了解一下 你叫啥 我叫张娇娇 张娇娇 你多高 一米六五 多重 九十斤 多大 这也问哪 那当然了 咱俩咱俩女朋友吗 对 三十四岁 我问你多大年纪 我没为她多大 你看 大哥 我二十四岁 这还要太实在了 问啥都答应 同志 你好 怎么回事 这车 怎么停到马路中间了 是这样的 警察同志 我们俩呀 是男女朋友 突然呢 是在这吵了一架 谁把你吵架了 干什么得过了 不过就分手 你神经病啊 那我记住你 哦对 怎么回事 说着说着怎么还吵 分手就分手 谁碰你啊 你这小妖子 都不信心 我一巴掌拍死你 你拍死我 这怎么办 你碰住手 哎呀 你哪个单位的 这这么厉害呢 没事吧 没事 怎么回事 你们俩这 什么关系啊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是是 你别碰我 看着年龄 可不太像 差不多 他24 我42 主要 我俩是主要合适 你属啥 我属鸡 我属鸭 我回家问问我妈 我再告诉她 大半夜的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有什么事 回家说去 好嘞 好嘞 谢谢啊 现在就走 大伙 走吧 从这 进过来 开几年了 他 警察太逗了 你也太时尚了 开两三年了 无证驾驶啊 对 没打算结婚 有了孩儿再说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的是车 不是他 这车呀 哎呀 羞死了 车呀 有没有驾照 有 车买了半年了都 出事驾照 驾照呢 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我可提醒你啊 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 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把驾照送过来 不是 现在太晚了 你家里都睡了 那行吧 把车开到焦警队 不不不 那个 我打电话 喂 哎 媳妇 你赶紧起来 对 给我送下照 什么 我从外地回来了 对 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 这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民主路 民主路 对 啊 女的 哪有女的 不是 是个警察 是个警察 是警察 警察长得像男的 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什么 对 对 好 你赶紧的啊 你打什么货 是你闻我的 你等会儿去 快快快 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 嗯 她是你女朋友 嗯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 嗯 你这不是吴正家傻啊 你这是套牌啊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 我有生活习惯 行吗 大哥 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 啊 抓紧时间 哎 好好好 哎呀 哎 出来出来 你干啥去啊 啊 不是送我回家吗 你赶紧 你自己走吧 你不送我回家了 待会儿我媳妇过来 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哥 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 我总不能白眼吧 我求求你了 我给你拜年好不好 妹子你先走 哎呀 行吗 算我倒霉 傻事 你不走 哎呀 同志 一会儿就来 您别着急啊 哎 你女朋友呢 什么女 哦 她走了 两位整走了 不收拾不行 收拾完去 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郭大胆 你上车里等我 快去快去 笨 等一会儿啊 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不用验证 这都是真的 我提醒你 出门开车 一定要带驾照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对 等着 是 副驾驶有人 他提醒 没人提醒啥呀 那谁呀 那这鞋谁的 谁呀这是 这 这帮人车里撇鞋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是 我刚才摇下来了 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 你知道 烟 烟啊 祝你上车快乐 祝你上车快乐 谁不生日啊 你 半年以后你生日 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我还买了个蛋糕 让我半路上吃了 快快上 老公 你真好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别说 挺合适的呢 小哥 真好 大哥 呀 这是枣子吧 还穿着我的鞋 她的鞋 一分你听我说实话 行不行 说实话 她脚崴了 完了以后呢 她在这撇鞋 想拦个车 把她送回家 她 把我拦住了 我说的对不对 对 你们俩之间不认识 绝对不认识 什么 你们俩不认识 认识 认识 不是 不是 那个 你俩分开 行了 同志 驾照没问题 拿回去吧 谢谢 谢谢 走吧 你怎么回来了 我打不着车 我害怕 我一个人 那这样吧 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真的啊 嗯 太够名了 对了 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好吧 叫什么来着 嗯 我呢 磨叽什么 张娇娇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那个 那个 你没来的时候 他跟警察说一遍 警察忘了 我知道 年龄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 还是问我虚岁呢 太可能我问你 24岁数机的 你连数机你都知道 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不是 你给我解释解释 什么样 我哪里解释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 骗警察 好吗 呀 你可不敢瞎说 我怎么可能会骗警察叔叔呢 哪里妈 大哥你要这么说 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你被警察带走 还能带回来 我被他带走 就回不来了 行了 你胆子是真小啊你 嫂子 你想多了 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没动真格的 那个 谁给你动真格的 那个 你给我解释 你别说了 你们俩说的话 我一句都不信 我就要信警察的 警察同志 刚才的事 您都看到了吧 从头到尾 看得一清二楚 完了 那请你告诉我 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那请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呀 这都误会了 这个女孩啊 脚摆了 想拦车回家 拦不着 对对对对 就扔了个鞋 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是是是 其实你老公啊 想办好事 对的对的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媳妇儿 手下留情 给我留个诠释 你看你的样 人的警察同志 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 你们俩没关系 是我误会了 他说的 亲爹啊 太够力了 反应这么快啊 什么反应快啊 监控里我都看着了 你都看见了 你不早说 行了行了 大半夜的都不默契了 你俩赶紧回家 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谢谢警察叔叔 不客气 大哥你谢谢你 没事 哎呀 不出你的 哎对了嫂子 这些呀就送给你吧 你穿比我好看 不行我得给钱 没事啊打一折 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非常好孩子 长得还好看 是啊 哎他多大 34岁 你都不知道 不是 这么好